不然你根本就过不去 好吗 好 来 现在川子老师 再跟大家复习一遍 你们告诉老师 我先问一下大家 首先它是在中间 身体的中间经过提腕 变什么腕 第一步是经过提腕 变什么腕 好 来 复习一遍 我就带练了 带练了 就开始讲身体的元素了 好不好 好 来 告诉老师 手经过提腕变什么腕 第一步是提腕 好 变垂腕 好 那 对 提腕变垂腕 那川子老师想问一下大家 我们的提腕变垂腕的时候 它是在 它是走的线还是走的点呢 它是走的线还是走的点 提到垂 它是走的线还是走的点啊 对 好 线对不对 也就是说 它要再越来越高 想象自己放松 我们越拔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明白吗 越来越高 确实一个路线 好 那我们的手指尖到上面 我们的手变成垂腕的时候 是由哪里带动的走呢 告诉老师 我们的垂腕 变完垂腕开始进行走的时候 它是由哪里带着走 连续不断 对啊 大家帮老师点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变好印笔字在学吗 由手腕 妈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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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呀 是由虎口 准确的是说由虎口啊 对 虎口不是指尖啊 春华同学 如果你是用指尖 你看老师 你就会是这样的 看到吗 这个叫做指尖发力 如果你是由指尖 你就是指尖带着走 一定是由虎口啊 虎口带着走 指尖是留在最后上去的 你们看老师 看到没有 哎 一定记得是虎口带着走 指尖在最后 而不是干嘛 而不是你们在走的时候 是指尖带着走 啊 这就是顺序错了 好 那么天主老师继续往后问啊 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 是由我们的几点开始呢 手指尖 它是一定要从几点开始呢 嗯 它一定是从几点开始呢 亲爱的你们 告诉老师 它是由几点开始啊 左上角没有关注 老师关注一下啊 还没有点亮灯牌的同学 把灯牌点亮一下 好吗 谢谢大家啊 点亮一下灯牌 好 由三点啊 由三点啊 到上来之后 由三点开始转 好吗 然后它是转一个平原 记住了啊 好不好 转平原 好 那么川导师最后 嘱咐大家啊 一定要记住 哎 我们把这句话 打到公平上面来 有缘必有转 这是我们盘外 特别重要的 一句话就能点醒大家了 有缘 必有转 在古典舞当中 在古典舞当中记住这句话 有缘 必有转 听懂了吗 嗯 好 如果你的手指尖带着走 你的手腕不转 它就画不了一个缘 听懂没有 有缘必有转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好吗 啊 好 对 好 那你们在做的时候 你看 你要画圆 它就必须要转 对吧 圆 才能转 能代表这句话 能听懂吧 对 有缘必有转 记住了啊 所有同学做盘外的时候 明白没有 好 那么我说一下 大家在做的时候 容易犯的问题 就是什么 很喜欢 由手肘 再动着走 一定不要去动手肘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全部今天 其实我是写了 我今天要怎么讲课的啊 然后第二个 你们一定要记住 就是手它一定是 画的盘外 大家去看 怎么画盘外 你们练习的时候啊 可以手上 拿一本书 或拿一个纸 去感受一下 你转的这个圆 如果你转的 它稍微不平 它的这个书 就会掉下来 能听懂吗 好 第三个 我最后想嘱咐 大家的一句就是 请问转手腕吗 当然要转啦 你的手腕不转 怎么转 你的手指尖 在动着转 它不就是手腕要转吗 姐姐 知道没有 你的手指尖在转 它肯定是 手腕是要动的 好 大家听老师讲 最后我想送给大家 就是你们在做的时候 请一定要感受 好不好 一定去感受它 每一个最后 我的是指尖在转 那么我的指尖 是不是就要用力 我的指尖 是不是就不会是 这样拦着转 你看你们特别喜欢 这样拦着转 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点质感都没有 一定要感觉到 你的手腕 手掌 手指尖 手指根 它是一个延长的 它是一个节节传导的 我说过 每一个部位 它都是要发力的 好吗 好 来 讲到这 手鞋上吗 对 手是在我们的这个 头旁边 三位手的位置上 你看 我们把这个肘 屈回来 在我们的三位手的位置上 所以老同学 新同学 听好了 在我们的三位手的 基础上转 不是在脑袋正顶上转 是在我的三位手的 基础上 好 还有没有想问问题的 同学 有的话给老师打到 公屏上面 好吗 好不好 还有没有什么想问